创世纪 第32章 雅各继续他的路程,神的众使者遇见他 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队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 雅各先派使者到西尔地,就是以东的地区 他的哥哥以扫那里去,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对我主以扫这样说 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我在拉班那里寄居,一直到现在 我拥有牛、驴、羊群、仆壁 现在派人来报告我主,希望得到你的欢心 使者回到雅各那里说 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 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 雅各感到非常惧怕和焦虑 就把随行的人、羊群、牛群和骆驼分成两对 心里想,即使以扫来击杀这一对 余下的一对还可以逃脱 雅各说 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以扫的神啊 你曾经对我说过 回到你自己的故乡 到你的亲族那里去 我必后待你 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信实 我实在不配得 从前我只拿着我的手杖 过着约旦河 现在我却拥有这两对人马了 求你借我脱离我哥哥姨嫂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击杀我 连母亲和孩子也击杀了 你曾经说过 我必后待你 使你的后裔好像海边的沙一样 多到不可生数 那天晚上 雅各在那里过夜 然后从他所拥有的牲畜中 取出一部分 作为给他哥哥遗扫的礼物 就是母山羊二百只 公山羊二十只 母绵羊二百只 公绵羊二十只 哺乳的母骆驼三十匹 各带着鞠子 母牛四十头 公牛十头 母驴二十头 公驴十头 雅各把这些分成一对一对 交在仆人的手里 又对仆人说 你们先过去 每对之间要留一段距离 他又吩咐走在最前的仆人说 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 如果问你 你的主人是谁 你要到哪里去 在你前面的这些牲畜是谁的 你就要回答 是你仆人雅各的 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 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 他又吩咐第二个 第三个和所有跟在队伍后面的人说 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 都要这样对他说 你们还要说 你的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 因为他心里想 我先送礼物去 借此与他和解 然后再与他见面 或者他会原谅我 于是 礼物先过去了 那天晚上 雅各在营中过夜 雅各漏夜起来 带着他的两个妻子 两个卑女 和十一个孩子 都过了雅伯渡口 他带着他们 先打发他们过河 然后又打发他所有的都过去 只留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角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 就在他的大腿窝上 打了一下 于是雅各与那人摔角的时候 大腿窝脱了结 那人说 天快亮了 让我走吧 雅各说 如果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让你走 那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 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字 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 与人教力 都得了圣 雅各问他说 请把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回答 为什么问我的名呢 他就在那里 给雅各祝福 于是 雅各给那地方 起名叫皮努伊勒 意思说 我面对面看见了神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雅各经过皮努伊勒的时候 太阳刚刚出来 照在他身上 他因为大腿的伤 跛脚行走 因此 以色列人 直到现在 都不吃大腿窝上的精 因为那人 在雅各的大腿窝上的精 打了一下 下注 感谢观看